深夜这个单身汉发现隔壁女邻居家的门没关 他本想着好心进来提醒一下 不料一转身 他竟看到他的女邻居满脸鲜血地死在了浴缸里 这恐怖的一幕下的男人立刻报了警 警方将女死者从浴缸里捞出来后 赫然发现他的脸上有两道已经被泡得发胀的刀口 法医伸手摸了摸女人的脖子上有一丝温度 看来凶手刚刚离开这里不久 警员们对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察 可除了在地面发现一些拖横外 整个屋子没有任何打斗或者挣扎的迹象 再结合大门的防锁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 因此判断极大可能应该是熟人作案 回到警局后 警方很快调查出了死者的身份 女人名叫郑雅 25岁单身独居 生前是一家制药厂的会计 经过法医事件 确认死者颈部表皮下方充血并且舌骨骨折 死因是先被恶警导致的窒息 随后又被凶手在脸部割了两刀扔进了浴缸里 警方在勘察现场时发现死者左手手腕上的手表被摔坏了 而上面指针的时间停留在了11点左右 再结合法医对试将表现的判断死亡时间在10点到12点之间 因此基本确定死者应该是在11点遇害时被摔坏了手表 而让法医感到奇怪的是 死者正雅身为一个会计 但他的脚趾却像舞蹈演员一样变形得很厉害 负责横检的老周在调查现场时发现了一些异常 他留意到死者手包里的现金都安然无恙 但屋子的书架和鞋柜却都有被翻动过的痕迹 因此他怀疑凶手在作案后仍逗留在现场寻找过什么东西 而恰恰是凶手的这个举动 让横检在布满灰尘的柜子旁边发现一个43码的脚印 而这一发现就可以把凶手的范围缩小为男性 冷戒听后告诉大家 死者之所以能在深夜与这个男人共处一室 那就说明二人之间的关系一定不简单 因此他建议大家立刻从死者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 不过他更奇怪的是凶手为何要在杀人后又将死者的脸给割烂了 为了得到更多线索 警员大明找到了发现现场的那个男人了解情况 男人称自己名叫周大勇 遇害的那个郑雅租的就是他的房子 他知道郑雅一个人独居 再加上房租快到期了 所以昨晚回家时看他房门没锁就想着进去勾搭一下 大明二人见周大勇说话时的眼神有些闪躲 于是质问他回家之前去了哪里 不料这一问 让原本犹豫的周大勇更紧张了 他吞吞吐吐地称自己和朋友喝酒去了 另一边的冷队找到了小区剧委会的大妈 从他口中得知 郑雅这个女孩表面上看着挺老实的 不过在楼下六弯的老太太们经常看到他带着一个年龄很大的中年男人回家 甚至还有人看到过他的房东周大勇经常进出他的屋子 冷队听后感觉这是一条值得深入调查的线索 于是立刻让大明二人将周大勇带到了审讯室 警方已经对比了他的鞋码与现场鞋印的大小 确认两者吻合都是43码 因此冷队怀疑这起杀人案极大可能是周大勇贼喊捉贼的把戏 面对警方如此直接的审问 原本一直抱有侥幸心理的周大勇立刻慌了 他激动地向冷队解释道 其实他和郑雅确实不只是普通的租户关系 一天前郑雅突然找到他并拿出5000块钱 说是希望他可以找人教训一个名叫李伟的男人 而至于原因 是因为郑雅私自挪用了药厂的公款借给了李伟吃利息 如今公司总账的日子快到了 李伟却卡着时间一直不还钱 他知道周大勇在社会上有些手段 于是便想着让他赶紧把钱要回来避免事情被药厂发现 周大勇当时见郑雅这么着急 于是狮子大开口又要了两万接下了这个活 而昨天晚上案发的时候 那时的他正在郊区找人教训李伟 他们从9点多一直打他打到12点 可没想到这小子确实很硬 死活不答应把郑雅的钱吐出来 后来他担心出人命 于是便招呼大家各自回家了 回来后本打算把这个坏消息告诉郑雅 却没想到一进门就看到他趴在浴缸里死了 为了验证周大勇的口供 冷对二人来到医院找到了被打伤的李伟 而李伟在得知郑雅被杀后笑的简直合不拢嘴 他毫不顾忌地告诉警方 原本他还打算出院后去找这个女人算账 可如今他死了 自己欠的钱也不用还了 另一边的老周二人来到死者上班的药厂 在一番打听后 这里的一位经理接待了他们 老周见面直接将郑雅遇害的事情告诉了他 并向其询问死者生前在公司有没有结怨很深的人 而经理一听常理出了命案被吓坏了 他斟酌片刻后告诉警方 其实会计郑雅一直和他们的田总有着隐秘的男女关系 不过就在两个月前 田总突然不知道从哪里招了一个女大学生做秘书 而这个叫张晴的秘书也不是个简单的角色 刚上班没多久就开始旁敲侧击地让田总查账 郑雅因为这件事没少和他发生争吵 直到上个月 张晴不知怎么说服了田总 竟然让田总准备吵掉郑雅 堂里的财物 可是人都知道 这公司的会计要是被炒掉了 那他手中掌握的财物秘密必然会被捅出来 老周听后忽然意识到 如果说为了保住公司账务上的秘密 那这个田总选择杀人灭口也是有可能的 于是他询问这个田总现在在哪里 经理回想了一下说道 几天前好像听说田总带着张晴去了南郊的度假村度假 得到线索老周二人立刻开车赶到了度假村的酒店 而这个名叫田峰的田总在见到警方后似乎显得很热情 老周简单直接地告诉他 警方已经知道了他与死者郑雅之间的恩怨与关系 并质问对方昨晚11点左右在哪里 田总听后表现出一脸难以置信的样子 他有些无奈地说道 昨天晚上9点半他还去郑雅的家里找过他 目的就是想告诉他 假如他不把公司税务上的秘密捅出去 那么他就不会追究他私自挪用的那50万 可他没想到郑雅野心太大 竟提出要求要么给他300万两千 要么就和张晴分手与他结婚 后来因为双方都不让步 他便直接开车回到了酒店 田丰说完还很肯定地告诉警方 他10点半离开时郑雅还活生生地要赶他出去 所以这个女人死在家里这件事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老周一听察觉到不对 因为自己从进门之后并没有说郑雅是死在家里的 那田丰怎么会知道这点细节呢 面对警方的质问 田丰有些迟钝地解释称自己只是惯性思维随口说的 假如警方不信他的话 可以查一下酒店前台的电话记录 因为他在回来的路上一直想着怎么处理郑雅的事情 回到酒店后他下定决心为了张晴答应了郑雅300万的请求 于是便用房间的电话让前台转接给了郑雅的家里 不过当时郑雅家的电话一直显示通话中 这就说明他回到酒店时郑雅在家还在打电话并没有死 从田丰的房间离开后 老周二人来到了酒店前台 工作人员很配合地调出了昨晚客房的拨号记录 结果确实显示田丰所在的房间一直在和一个号码打电话 而这个号码也证实就是郑雅家的电话 回到警局后 警员小敏立刻调查了死者家里坐机的通话记录 结果令他们很意外 上面竟显示之所以田丰没能将电话打进来 并不是因为死者在与别人通电话 相反是因为有另一个公共电话一直不断在打进来导致战线 而整个过程中这个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这个发现令大家都很奇怪 如果说那个时候死者还未遇害 那他为何不接电话呢 而且这个不断打进来的电话又是谁打的呢 很快警方根据号码找到了这个公共电话亭的位置 随后又联系片区派出所对附近进行了地毯式的走访 就这样一转眼两天过去了 不料警方突然接到张晴的报案 被吓坏的他在三项冷队确认郑雅的尸体是否还在警局 冷队被他这么一问忽然愣住了 张晴哭着称他们刚刚洗澡时 看到满脸18的郑雅竟站在窗外直勾勾地看着他 而且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 还有个洗衣店的小伙子送来了一件衣服 当时他们打开一看 竟发现这件衣服正是郑雅淹死时穿的连衣裙 后来田峰去询问了洗衣店 而店员也说送来这件衣服的是个脸上有疤的女人 种种奇怪的现象 吓得他们怀疑郑雅根本就没有死 随后在张晴二人的要求下 冷队带着他们来到警局查看了郑雅的尸体 从他们被吓坏的表情来看 郑雅的死八成和这两个人脱不了关系 来到会议室 众人认为田峰二人就是做了亏心事所以才会出现幻觉 而老周却感觉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幻觉一般都是一个人主观意识的延伸 可田峰和张晴都看到了脸被划烂的正雅 这就说明他们看到的应该不是幻觉 眼看案子变得越来越离奇 就在这时冷队突然接到骗区警员的消息 他们通过调查附近一所小学大门口唯一的监控 最终找出了案发时间内所有路过这片区域的人 经过对这些人一番审问后 不料尽从其中一个小混混口中得知一个令警方意外的线索 他撑前谢天傍晚有个男人给了他200块钱 并让他晚上10点半左右不停地拨打一个号码 而这个男人正是刚刚从警局离开的田峰 现在看来田峰不仅早有预谋 此人甚至还在作案后故意将死者的手表调到了11点 以此来迷惑警方对案发时间的判断 而他在屋里翻找的 应该也是正雅收集的药厂财务的证据 确认田峰的嫌疑后 冷队立刻将其带到了审讯室 可面对审问 狡猾的田峰却称自己早已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 而至于杀害正雅的事情 他则认为是那个女人与他发生争执 导致他病情复发才失手掐了他的脖子 还有正雅脸上的那些刀伤 田峰更是直言那些并不是自己割的 他说完更是让警方找到他的律师张鹏 因为他早就已经做过精神鉴定的证明 可令田峰没有想到的是 当警方寻找他的律师时 对方已经提前逃跑 而且这个张鹏临走时还寄到警局一封文件 上面不仅记录了田峰公司税务的事情 甚至还有很多田峰联合医院骗取医保的证据 为了验证这些证据的真实性 老周按照资料找到了这些医院 并收集了一些病人的病例 随后冷队又找来了一位医生朋友 仔细查看了这些病人的账单 不料尽发现上面很多药原本用一只就足够了 可这些医院为了从医保上面捞钱 不但主动夸大了病人的病情 甚至还在用药剂量上做了很多文章 而这上面很多药恰好都是来自田峰的药厂 拿到这些证据后 冷队立刻联系经侦办的同事 对这些医院进行了调查 虽然田峰仍坚持自己的精神有问题 不过仅仅是这些骗保的罪名 已经足够让他在监狱度过一生 本以为案子已经结束 可冷队在回警局时无意中 看到了一家歌舞团在公交车上的宣传 而上面的那个舞蹈演员 竟与本案的死者正牙掌的十分相似 冷队想起田峰和张晴口中洗澡 是看到死者的事情 他立刻追上去准备看得清楚 但无奈公交车已经渐渐走远 回到警局后 冷队将自己看到的告诉了大家 众人本以为那些幻觉的事情 只是田峰为了脱罪的阴谋 现在看来 或许正牙真的有个双胞胎的妹妹 在替他复仇 还有死者脸上的那些歌伤 如果田峰已经承认了自己 是在犯病的时候掐死死者 那他为何偏偏不承认 脸上的那两道歌伤呢 而且仅从田峰杀人的动机来看 他也完全没有理由在作案后 多此一举去歌伤死者 冷队听后沉默了很久 思考片刻后 他忽然想起法医事件时 曾说过死者的脚趾 像舞蹈演员一样变形的事情 此时的他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第二天 他让大名二人去正雅的户籍地 调查了他的户口 档案显示他的父母 在他高中毕业那年出车祸身亡了 随后得到线索的冷队 又按照线索走访了正雅 从小学到高中的学校 不料直到他看到死者大学时的档案 发现了异常的地方 回到警局后 他拿出死者生前上学时的所有档案 并让大家看看能不能发现不同的地方 众人仔细看了很久 结果发现小学到高中的正雅额头上 有块明显的胎记 而大学时期的正雅额头上却没有 冷队听后点点头告诉大家 按照死者父母双亡的身世来看 上大学时仍需兼职赚取学费的正雅 是没有钱去做胎记去除手术的 后来他看着死者高中时 这张带有胎记的照片 越发觉得眼熟 冷队查询了之前的档案 结果意外发现这张照片 竟与八年前他经手过的 一起跳崖自杀案的死者很像 他们不但年龄相仿 就连额头上胎记的位置也一模一样 这不免让冷队猜测 八年前那个掉下山崖的人 才是真正的正雅 众人听后忽然有些迷糊 如果正雅当初就已经坠崖的话 那当初冒名代替他上大学的 也就是本案被割烂脸的死者又是谁呢 冷队继续说道 他沿着这条线索 重新调查了当年坠崖女孩的 刑侦档案记录 当时勘查现场是 他们在死者身上发现过一封遗书 而这封遗书的署名 是一个名叫赵小雨的女孩 她在遗书中详细写下了 自己自杀的理由 原因是因为小时候 她和自己的双胞胎妹妹 一起在孤儿院长大 后来因为孤儿院快要维持不下去 五岁那年 她的妹妹赵小杰 被一对无法生育的知识分子领养 而她则不得已被一个酒鬼给带走了 刚开始这个养父 还只是让她洗洗衣服做做家务 可直到她长大后 那个肮脏的男人竟然想对她不轨 赵小雨在反抗 时不小心捅死了她的养父 随后她便留下一书跳崖自杀了 冷队说完看着云里雾里的众人 她怀疑是当初杀人逃跑的赵小雨 在山上恰好碰到了刚刚高考完的郑雅 而她为了脱罪 狠心将张雅推下了悬崖 并留下那封遗书 伪装了自己的死亡 冷队说到这里 众人本以为浴缸里被割破脸的那个死者 应该就是代替身份的赵小雨 而田峰和张晴洗澡时看到的那个人 多半是赵小雨的双胞胎妹妹赵小杰 可冷队听后却否定了大家的推理 她提醒大家仔细想一下死者脚趾变形的事情 如果那个公交车上的那个舞蹈演员 就是赵小雨的妹妹 那长期练舞的她脚趾必然会与常人不同 因此冷队怀疑田峰杀的并不是赵小雨 而是赵小杰 而这一切应该就是赵小雨策划的阴谋 冷队带人来到了歌舞团的门口 当赵小雨转过身的那一刻 她似乎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计划被警方给拆穿了 将其带到审讯室后 警方已经对比了她与歌舞团之前签合同的指纹 结果正如冷队猜测的那样 被杀的才是真正的舞蹈演员赵小杰 面对证据 赵小雨缓缓说出了真相 原来当年在孤儿院的时候 原本那对知识分子想领养的人是她而并不是妹妹 而她看妹妹害怕那个酒鬼 于是主动提出和妹妹交换让她去享受更好的生活 可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那次她失手杀死养父后曾去求妹妹收留 可赵小杰竟偷偷联系警方暴露了她的行踪 后来她心灰意冷躲进了山里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她恰好遇到了因为车祸失去父母而绝望的郑雅 当时她有劝说郑雅好好活下去 两个人站在悬崖边上谈了很久 不过郑雅好像已经被父母离去的悲痛击垮 最终还是从山上跳了下去 面对上天赐予的这难得可以重生的机会 在悬崖下的那封遗书获得了正雅的身份 而至于这次赵小杰的死 是因为她恰好在公交车上看到了她的舞蹈宣传 那一刻她很后悔当初和妹妹互换身份 因为她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舞蹈演员 想起忘恩负义的妹妹夺走了自己的一切 再加上她也知道自己和田峰于死网破后难逃牢欲之灾 于是她先找到赵小杰与其相认 然后又和她约定好去自己的家里见面 最后她再联系田峰也将其约到家里 她很清楚田峰早已打算将自己灭口 至于她吓唬张晴二人的事情 是因为她想让田峰快点露出马脚被警方抓到 一集一个悬疑故事 我是蟒牛 感谢三连